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和我一起做美食啦啦啦啦 天飘达达 卷心菜 和我一起做美食啦 天飞达达奪 闹度叮零零快快起床 太阳好像是晒晒的简单 起水哺啰啰爆米花棒棒 一口又一口全部吃掉 牛奶 辣妹 冰淇淋 和我一起做美食啦啦啦 牛奶 辣妹 冰淇淋 和我一起做美食啦啦 小朋友们 快快来吧 快来和我一起做好吃的 小朋友们 快快来吧 快来和我一起做好吃的 只会树上 只会活 只会树下 你和我 只会树前做游戏 欢乐多又多 给我们找我 我郭美食屋 只会树心球新的一天开始了 今天 盗哥和摩尔 就会给我们找到什么好吃的呢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美食屋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绿泡泡 本栏目由帮助宝宝激发卓越自护力的 爱她美卓翠三独家冠名播出 今天在我们的美食屋里 又要带领小朋友们一起来制作美食了 不过小朋友们先别着急 首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四位小厨师 小嘉宾胡若萱 今年四岁 小嘉宾 贾子欣 今年五岁 小嘉宾 吴雨薇 今年六岁 小嘉宾 赵轩柱 今年五岁 欢迎我们的四位小厨师 今天我们究竟要制作怎样的美食呢 别着急 先请小朋友们来看几幅图 看一看你们能不能够通过图上画的局部的内容 来判断出它是哪种美味的食材 来 这个小朋友看一看谁认识 青椒 青椒 这个黄颜色的是青椒吗 彩椒 对 彩椒 什么颜色刚才说了 黄色 我们来看看答案是否正确 答案就在它的背面 对 为自己鼓鼓掌回答正确 就是黄颜色的叫彩椒 可以统称为彩椒 好 我们来看第二种是什么 也是彩椒 大声说是什么 红色的彩椒 红色的彩椒 究竟是不是呢 我们来看一下 回答正确 为自己鼓鼓掌 前两种都猜对了 我们看 都是彩椒 一种是黄色的 一种是红色的 来 看第三种 这次谁知道 谁先举手 这是什么 窝罗 看来大家都看出来了 一起大声告诉我 这就是 菠萝 回答是否正确 来看一看 没错 就是菠萝 菠萝是属于蔬菜还是水果 水果 没错 一种非常好吃的水果 第四种 我们来看一看 什么 青椒 青椒同意吗 青椒 有点犹豫 同意吗 是绿椒 绿椒 我们来看一看 小朋友觉得是绿椒 通常我们还是把它叫做 什么 青椒 其实辣椒有很多不同的种类 我们看到过有一些很红的 很小的那种尖尖的 那种辣椒是比较辣的 而我们刚才给大家展示的这几种 体积比较大一点的 颜色有红色 黄色 还有绿色 这种胖胖的体型的这种辣椒 通常没有那么辣 那么今天我们就要用它们 还有刚才我们看到的菠萝 来制作美食了 好的 今天我们的食材已经摆在桌面上了 我先来问问我们的四位小厨师 平时你们吃过哪些烤制的食物吗 也烤火腿肠 烤火腿肠 也可以 我也吃过烤火腿肠 你说呢 烤羊肉串 烤羊肉串 这个是大家最喜闻乐见的一种烤制类的食物 很好吃 你说呢 烤鸡翅 烤鸡翅 没错 听得我都要流口水了 胡若萱 你吃过什么 我吃过烤蛋糕 烤蛋糕 没错 其实这个烤制是我们烹饪食物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方式 刚才小朋友说了 烤鸡翅 羊肉串 对吧 还可以烤很多的蔬菜 对不对 其实还可以烤蛋糕 还可以烤包子 等等 有很多很多的食材都可以用来烤制 咱们今天就来烤一个七彩牛肉串 怎么来做呢 很简单 首先我们看到了在桌面上准备好的这几个食材 胖胖的很可爱 再来复习一下 这个叫做红色的菜椒 这个是黄色的菜椒 这个青椒 青椒 那么三种不同颜色的辣椒 有红色 黄色和绿色 但是这种胖胖的辣椒 大家放心都不是很辣的那种 所以也不会让小朋友觉得很难接受 那么首先做的第一步 小朋友已经戴上了手套 我们要把这个彩椒掰开 用手掰就可以了 把它掰成很小的一块一块的 放在我们的这个案板上 每种颜色的彩胶 我们都掰一些 好的 那么三种不同颜色的彩胶 我们已经把它掰成了这个小块状 把它放在这个菜板上 然后我们看一看 这个玻璃碗里的是什么 认识吗 菠萝 对 菠萝 由于菠萝相对来说 它的清洗和处理有一点复杂 所以说我们已经提前把它切成块了 菠萝的味道还是非常的鲜美 最后我们要拿出这个 既然做的是彩色的牛肉串 那大家猜猜这个是什么肉 牛肉 一定是牛肉了 现在这个牛肉是生的 在串成串之前 加一点点佐料 知道这个是什么吗 闻一闻 吐 猜一猜 闻一下 醋是酸的 你们觉得这个味道 不是酸的 不是酸的 对吧 对了 这个其实是酱油 为了让这个牛肉串的味道更加的丰富 我们在牛肉块的上面加上一点酱油 好 不要太多 然后我们可以用手把它搅拌一下 给这个牛肉按摩一下 好 现在几种食材都准备好了 接下来我们就要进行的是最重要的一步 就是串串 大家注意看 我手里的这个小木棒的两头都是圆的 为了更加的安全 不扎到小朋友的手 我们把两头都经过了处理 现在我们就来穿串 穿一个青椒 小朋友也可以随意来搭配 然后穿一个牛肉 好 注意荤素搭配 注意颜色的搭配 当然了 小朋友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 色彩鲜艳 营养丰富 哇 快看 食材饱满 看上去晶莹剔透 我现在就想 对 现在这个肉是生的 其实这个彩椒生吃还真没有问题 但是这个肉现在是生的 所以我们要给它进行一个烤制 注意 我们今天采取的不是传统烧烤的这种制作方式 而是要放到我们家中的烤箱里 来给它烤制一下 那么这样对于小朋友来说 吃起来也是更加的健康 其实用烧烤来烹饪食物 这种方式也是由来已久 好 接下来在七彩牛肉串烤制的过程当中 让我们也一起来回顾一下烧烤这种方式的由来 烤制是历史悠久的烹饪方式 早些时候的烧烤是用木棒支起肉类在火堆上烤制的 到了现在烧烤的种类和方式有了很多变化 可以在烤锅上烤制 也可以用炭火架起一个烧烤架来烤制 在家中我们最常用到的就是烤箱了 当然除了烤制 中国的美食还有很多烹饪的方式 煎 炒 炸 蒸等等 不同的烹饪方式 让美味的食物味道也变得多种多样 小朋友们 你们最喜欢哪种烹饪方式呢 刷擦桌子 信息盘子 啦啦啦啦啦啦啦 刷刷杯子 整理整理 养成好习惯 小朋友们都很棒 啦啦啦啦啦啦 一起动手很快乐 一起做美食 第一步 将彩椒掰成小块 第二步 在牛肉块中加一些酱油搅拌一下 第三步 将彩椒 菠萝和牛肉串在木棍上 烤熟 刷上烧烤酱 欢迎回来 本来木游帮助宝宝激发卓越自护力的 爱他美浊翠三 独家冠名播出 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烤制 我们今天的美味的七彩牛肉串 就制作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要来品尝一下 在品尝之前 我们还有最后一个步骤 在牛肉串上面刷上美味的烧烤酱 来吧 小朋友 拿出小刷子 蘸一点酱 如果你爱吃酱的话 可以多刷一些 好 刷完之后 我们就可以品尝一下美食了 味道很不错 味道很不错 好 今天我们的好喝摩尔 也给我们准备了一份礼物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吧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的 谢谢我们的好朋友 道哥摩尔给我们带来的礼物 那我们现场的四位小厨师表现得也很棒 他们将获得本栏目送出的奖品 本栏目的奖品是由帮助宝宝 激发卓越自护力的爱她美卓翠三提供 让我们为自己鼓鼓掌 最后让我们一起说出我们的口号 一起来说 一起动手 一起尝 小朋友们放放放放 请你像我这样做 我就像你这样做 请你像我这样做 请你像我这样做 娃娃来过家家 还有我的小黄牙 滴答答 滴答答 吹下我的小喇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言小伙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是 Ins discriminate 因为是膜儿 各位 filmmakers 委员 参当羽 说 videos 道哥 你可算是回来了 你这一上午都干嘛去了 前段时间咱们智慧术星球 举办的昆虫摄影大赛 获奖作品集中展出了 我去参观了一下 感觉怎么样 整体感觉棒极了 不过有一幅作品 看上去却有些奇怪 哦 是什么样子的作品啊 出来听听 就是一幅拍摄小树枝的作品 上面什么昆虫都没有 却获得了特等奖 我看了半天也没看明白 嗯 像小树枝一样 那还有别的特点吗 哦 对了 小树枝是一节一节的 有点像小竹子 哦 我知道了 那肯定是竹节虫 竹节虫 哇 你是说那个小树枝是一只虫吗 对呀 今天就让我带你认识一下竹节虫吧 道哥你看 这个就是竹节虫了 竹节虫属于中型或大型昆虫 它们的身子细长 它们的身体上还有竹节式的分节 看上去就像一根小木棍一样 它的六只脚和两只触脚就像小树叉 而且它们的颜色大多为深褐色 少数为绿色或者暗绿色 它在树上就能和树枝更好的融合在一起了 如果不仔细观察 很难发现它们哦 这可真神奇呀 是啊 它们可是出了名的伪装大师呢 伪装大师 那它们除了长得像树枝外 还有其他伪装本领吗 当然了 这样吧 我们先来问问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 看看它们知不知道吧 它可以很长时间一动动不动 它有神奇的魔法可以隐身 哇 小朋友们说的没错 竹节虫是最善于伪装 具有高超隐身术的昆虫 它除了长得像树枝一样外 当它爬在植物上时 它还能让自身的体型与植物形状相吻合 装扮成被模仿的植物 如果不仔细观察 很难发现它的存在 同时它还能根据光线 湿度 温度的差异改变体色 让自己完全融入到周围的环境中 使鸟类 蜥蜴 蜘蛛等天敌 难以发现它的存在 而安然无恙 即使它受惊放在地上 还能装死不动 这种遗甲乱针的本领 真的是无人能敌 哇 它们真的是太太太厉害了 那么儿 竹节都在哪里生活呀 竹节虫的种类很多 全世界约有两千多种 竹鸟分布在热带和亚热带地区 它们平时喜欢生活在草丛或林木上 那它们都喜欢吃什么呢 我们来问问小朋友们 看它们知道不知道吧 它们喜欢吃小花 它们喜欢吃比它长得小的虫子 它们喜欢吃绿绿的叶子 哇 小朋友 你说得很对 竹节虫最喜欢吃的就是叶子了 原来它喜欢吃叶子啊 以后碰到它 我一定要抓一只回来 当宠物一样 道哥 每个小动物都有自己的家 我们不应该随便捕捉小动物的 哦 你说得对 我们不应该随便捉小动物 小朋友们 今天我们都学到了什么呢 学会就跟我们一起唱吧 身体细又长 喜欢住树上 猬猎 尾断本领墙 fore burn 我是道哥 还有我 我是摩尔 再见 再见 我们再见 再见 小朋友们来信了 我们很高兴 好的 玲玲 接下来赶快告诉我们今天是哪位小朋友给我们寄来了视频 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好的 玲玲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当我还是个娃娃 霸裳带我去玩耍 带着我去摘星星 带我走回春秋冬家 好棒 太棒了 本节目的奖品是由帮助宝宝激发卓越自护力的爱他奶卓翠三提供 当然了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千万不要忘了让你们的爸爸妈妈帮助你们一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智慧树的官方微信和微博 小咕噜 因为在里面有很多好玩的内容 还可以和我们的智慧家族一起快乐互动 小咕噜在这里等着你们 我们下期再见 好的小朋友们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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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